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演训场 近日在戈壁深处某综合训练场 陆军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 组织多型火器实弹射击考核 全面检验官兵在陌生环境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全团终于正前一方 第一打克 装甲的 接地 锁定目标后考核车组果断射击 对不同距离随机出现的把镖实施火力打击 戈壁环境复杂多变 风沙自女 变化莫测的风向和风速 对首次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实弹射击的炮掌们来说 是个不小的考验 考核限地 土质松软 风也很大 行车的风沙天气很容易就遮挡住了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之前的射击参数不准确 除了导致命中率不高 第一轮射击成绩并不理想 胡一举测算偏差重新装定株源 测距修正再锁定 经过调整成功命中目标 考核中 车主射击要实现首发命动 发发命动 除了具备过硬的用装技能外 还要克服不良天后带来的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进行考核 官兵的训练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考核中 这个旅还围绕队固定目标射击 移动目标射击等多个科目展开各型单兵火器 实射十分考核 不断积累官兵在复杂陌生环境中的射击经验 提升射击精度 有效检验了部队火力打击能力 迫击炮体积小 重量轻 构造简单 分解后战士们能扛能背进行作战行动 适用于各种地形作战 近日陆军第八十集团军谋旅 组织迫击炮分队展开一场实战背景下的 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 进一步检验官兵实战技能和部队火力运用能力 首轮打击后 官兵们快速转移到新的射击阵地 采取简便射击的方式对目标实施打击 很多战士没有实弹射击经验 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 同时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进行测定距离 瞄准 修正 这对我们炮手操作能力考验很大 天色渐暗 夜间射击考核 大幕拉开 炮手们需要在光线不足 视野不佳 时间有限等不利条件下 对一公里外的不同目标实施打击 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瞄准目标 在装填弹药 这对炮手的操作技能和心态 都是一项巨大的考验 此次考核 我们严格按照实战化的练兵标准展开 从沿从南锤炼官兵的射击技能 推进部队复杂条件下的战斗力生成 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上 有壮美的山河 繁华的都市 美丽的乡村 也有险峻的山峰 偏远的边陲 危机四伏的无人地带 无论怎样 它们都是美丽祖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更是军人用一切来守卫的地方 新疆军区某边方团 红山嘴边方连 住房在祖国西北边陲的阿尔泰山脉深处 这里人际罕至 环境险恶 每年十月至来年五月都会被大雪封山 是全军封山期最长的连队 八个月的时间里 这里的陆路交通完全中断 成了名副其实的雪海孤岛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六十年来 一茶茶官兵 用青春热血默默坚守 孕育成了大雪封山困不倒 艰苦巡逻难不倒 黄金宝石打不倒的守房精神 又到五月 又是一年冰雪消融的季节 红山嘴的官兵们又一次完成了八个月的坚守 兴奋的战友们告诉记者 虽然还是八个月 可如今的守边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 还有一些东西从来就没有变过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往中蒙边际的深山 探寻雪海孤岛的变与不变 冰雪即将消融的季节 却也是连队生活最艰苦的时间 封山前储备的满满当当的菜窖 如今已所剩无几 火石就成为了连队最大的困难 土豆啊 洋葱啊 白菜啊 也成为官兵口中三大名菜 早些年的时候连队只要冬天一封山 就会断绝新鲜蔬菜的来源 现在不一样了 保温大红建起来了 虽然大红的蔬菜不是很多 但也极大的改变了火石条件 变得不仅是餐桌 还有通讯 曾经的红山嘴只能靠一部电台和上级联系 封山期更是远看红山凉 近看白茫茫 半年无家书 让人愁断肠 如今 连队不仅通了电 通了暖 还接通了电信信号 可以和家人视频 还能看新闻 听音乐 看电影 我们这个偏远的边防哨抢 也不会被时代落下 官兵们戍边守房的动力也越来越足 今天是我们每月一次的集体生日的时间 雪海孤岛虽然孤独寂寞 但从不缺乏细心的兄弟们准备的惊喜 雪做的蛋糕 冰做的蜡烛 虽然不能吃 心里却很暖 很甜 我记得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战友他画了一个蛋糕送给我 上面写了对我的祝福语 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那就是喜欢我的头发掉得慢一点 在这里待上八个月 每一天我们所见到的面孔都是重复的 没有任何一张是陌生的面孔 确实是比较腻 但是我们自己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我也非常的幸运 能够分配到一个这么好的家 说到了连队的变与不变 副指导员袁蒙宇告诉我们 随着科技的进步 连队的训练和生活都发生了变化 始终不变的就是美洲雷打不动的升旗仪式 从六十年前第一代首方前辈们 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雪海之上开始 升国旗在国旗下宣誓 就成为了连队每周的必修课 每个周一官兵们都会集中在广场上 举行升国旗仪式 五星红旗作证 红山嘴的官兵们以雪为伴 与孤独寂寞为伍 把根牢牢地扎在了这片土地 相比于生活上的变化 官兵们更满意的是边防硬件的变化 近年来 信息化管边控边的设备 不断被引入和完善 建成了光纤防跃镜报警系统 实现了视频管控全覆盖 对此 在这里守了13年的驾驶员 陈嘉宏感触特别深 我刚才连队的时候 出来执行 观察范围就是只能走到了 看到了 东西气候较低 许多分都出来以后 用不了多久全身就渡透了 现在连队条件好了 预备了全力行动车 方便可以坐在车里 观察到周边的情况 必须及时处理 从徒步到全地行巡逻车 改变的是巡逻的方式 不变的是那份忠诚树边的决心 距离连队两公里远的地方 处理着一棵树 1985年 时任洪山嘴边防连的副连长 施洪飞 在即将完成20多天的巡逻时 就牺牲在这里 30多年来 每次西线巡逻路过 战友们都会在这里停下来 就是要让官兵 传承师傅连长这种 无私奋献 不畏艰苦 为了祖国边防事业 舍得一切的精神 今后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 传承好三木岛精神 扎根徐海孤岛 忠诚树边守房 我是中国人民起防级军员 我军事 我军事 边关无言 使命如山 雄伟的阿尔泰山 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红山卫士 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只有守出来的才是真感情 在这个地方 奋献不只是荒语壮语 而是我们是少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不把心恋当作阳光 不把担当 受为阳气 我们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